各位老师好 还有一个部分还没有提醒 除了资料普登以外 各位还可以到学生资料馆里 可以看到你们班所有的小朋友的名字 然后还有一个部分要做的 就是他的照片 照片呢已经丢到教师上传 教师上传的根目录里面 根目录里面有一个全校学生小照片 点进去这是压缩档 各位可以把它下载到你的桌面上 然后再把这个有拉链的压缩档 解压缩到你的桌面上 这样子你就会有所有的小照片 这个资料档不是很大 到时候就可以根据你们班的学生 可以上传照片 例如这边可以选择档案 然后到你刚刚是存在桌面上 找到小照片的那个资料夹 依据学号 这是依据学号排列的 然后再开启 然后等一下储存 它就会上传上去了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一些小地方是学籍簿上 没有办法在普登上面去填的 就是兄弟姐妹 例如它是排行老二 它上面有哥哥 就要写他哥哥姓名 他毕业在哪一个学校出生年 这个跟学籍簿上一样 还有这个通讯地址 好像因为户籍地址好像没有填 所以你打 可能你这边还要再填一次地址的部分 然后按确定送出 然后你们班全部都进来了以后呢 这个是资料普登的部分 这个可以看到你们班 只看到你们班所有小朋友的资料 目前是大概是这样子 好了